接下来跟前面一样要交公式 公式备好要用很久 后面还要继续用 还有更麻烦的题目也要用这个公式 一个叫做通常我们讲是电池 因为电池可以电压 所谓电池的 当然灯泡也有所谓的一样的 有灯泡的电压 我们请各位做活动就有 第一个串联 把几个电池串在一起的时候 总电压等于分电压相加 这请各位做活动 你有做过这个事情 一个是9伏特 两个串联变成18伏特 再一个变成27伏特 那各位做过这件事情 就希望你能够从活动中有Q 有感觉 知道串联的时候要相加 另外病联的时候呢 病联的时候会相等 病联都会相等 病联都会一样大 病联会相等 三个电池病联 总电压跟分电压中都一样 都一样 就是基本公式 跟我们的电流正好相反 电流是串联的时候相等 病联的时候相加 跟它正好相反 跟它正好相反 所以请你先把公式备好 这个是重点 未来会用很多遍 再做各种技术 拿出来用 要弄清楚它的关系 一个是串联 一个是病联 记清楚电流的串联 病联怎么样 电压的串联跟病联怎么样 就是我们以后 一些计算题的基础 一些比较困难 麻烦题目的基础就这个 请你把它记好 我们讲过电池是提供电位差的 我就把它想成我们的高导屋的升降梯 电幅梯上去 好 现在呢 我现在如果是串联 就让我从一楼到二楼 二楼到三楼 三楼到四楼 这样串在一起 好了 这个让我上一楼 那个让我们上一楼 这个让我们上一楼 大概要上了几楼 三层楼 对不对 加起来嘛 一加一加一 所以串联的时候就怎样 要相加 一个一个的往上提升嘛 相加 OK 那并联呢 高导屋的地下室 有好几座电幅梯上去 这座电幅梯上一楼 那座电幅梯上一楼 那个还是上一楼 然后我们的底下都在地下室 上面都在那边 这叫并联 对不对 这样何强你上了几楼 还是只有上一楼 你还是只有上一楼 所以他就会叫做什么 相等嘛 或者你这样子想啊 或者这样子想啊 电位差是两个点之间的电位相差 对不对 那并联就记在同样点上 对不对 那你既然记在同样点上 那你的电位会怎样 一样嘛 因为他就会一样嘛 所以就会一样 所以 所以并联的时候 总电压跟分电压都会一样 都会一样 OK 这叫做 并联的关系 所以我们讲过像我们的电幅梯嘛 地下室有三次坐电幅梯上一楼 要并联合起来还是上一楼而已 还是上一楼而已 OK 那你如果故意装不一样 他最后还是会一样 但是会有问题 有一种人的说法问题是 那这个是三伏特 你另外一个接个一点五伏特 有一种人说法是 那个三伏特会跟一点五伏特充电 对他充电 那就麻烦了 三电池是不能充电的 会爆炸 你一把它充它会 它会 它会平备 所以 没有 所以 它可能会坏掉 所以不要不要 这就是为止的叫你不要新旧电池混用 因为电池用者的电位差会 小衰减 那如果你的差距很大 这个是一点五伏特 那个只剩下零点八伏特 所以那个零点八伏特可能是会 爆炸 会出问题 OK 好最后是 好 来这个影片 跟你电压 你也一样 你不要管 他从后面开始 后面还是量电压的 他后面还是量电压的 这要做串联 给的是一点五 这个零点七五零点七五 串联的时候是相加嘛 串联的时候是相加 OK 然后呢 再来看是并联的 这是并联 我们要接 这是一点五伏特 上面呢 也是一点五伏特 底下呢 还是一点五伏特 这要做并联的时候 总电压跟分电压 一样 我们一样 就是 我们的东西 前面 刚才的公式所呈现的结果 就把它记下来 讲过了 请记好 电流串联并联怎么样 电压串联并联怎么样 这是以后很多题目的基础 很多题目的基础 都是要用这个关系去求的 记好 OK吗 OK 干吗 OK 谢谢大家